好,我们来看一下五点四了 五点四就讲到近视值 近视值其实小学应该都有学过了 一直都在学 我的孩子也是从一年级开始 但是他们怎么说呢 学生可能小学的程度还不是很理解 他的整个操作 那主要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讲一下整个 为什么我们要近视值的一个概念 像某个城市的他人口准确来讲 是157496亿 像那个password这样子 157496亿 如果你真正要念 应该就是1574960亿 但是没有人要懂得这么清楚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要了解这个 你问说马来西亚有大概有多少个人 对吧 大概人口有多少 你就讲说2800万就大概就是 2800万这样子 后面的数据 没有什么人要去背好它 对吧 我们只需要懂的是一个大大略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一边就是带出了一个叫做近视值的一个概念 我们不用讲到这样准确 我们如果是把它弄成最靠近的万就可以的话 那你就讲说157万就够了 后面的496亿呢 你就可以忽略掉它 所以这一种方式呢 我们叫做四舍五入 也就是说 大概大概而已啊 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你讲说我要到万位啊 你就看 各十百千万 七万 你就看右边那一个数字是多少 1234你就直接去掉 五六七八九 你就进位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是来一个157 9456 这样子 你就会可以进位 你就进位变成158000 这样子懂啊 啊 有什么问题 啊 你就是讲说家家这样子啦 啊 怎么说呢 就是说150 157万 plus 我们 有时候我们不是plus 我有时候 minus 因为因为如果我是讲plus的话呢 就是说我我的数据一定是round down 一定是round down 但是就是说他一定是变小 但是我们近视值的概念呢 我们是讲说他不知不晓得 我们也不晓得他是round up了 还是round down了 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去写说他是加的还是减的 OK 反正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给你这个数据啊 就是啊 他大概是靠近这个数据就够了 OK 所以我们也不要特地的去去去去写家还是减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近视值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先啊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要放家啊 因为我们不晓得是有时候也不是真的不真 有时候也未必是加有时候是减啊 这个这个近视值的概念就当好四十五入啊 四十五入的就是说哎 啊我刚才大概的解释了啦啊 那我们呢就是说指定说哪一个位数 我要这个位数取近视值的话 我就往右一个位数来判断说哎他是多少 如果是四或者是小于四的话你就直接舍去他 如果是五或者大于五你就会你就需要近一 OK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所以例子一啊我要准确置一位小数就是在这个位数罢了 那你就看他这位啊我们看右边 右边是七嘛对不对 七可以进位吗四十五入 对啊可以进位啊 大过五就可以进位了 所以进位进来就会变成三就会变四 所以我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是0.4 啊 啊0.4 这个就是 我们的近视值啊 OK啊就是这样子来看啦 啊就是这样子来看 那这一边呢他就讲说我要三位小数位 三位小数位是在这一位啊 我框起来啊 因为刚才就是这个位啊 9你要看后面右边的 右边又是9啊对不对 也是可以进位啊一进过来 9就变10又在进位 所以变成了2.490 啊2.490 那这个0我们就不能不写了 哎这个情形这个0就不能不写 因为呢你这个位数呢 原本是 要写数字的只是纯粹说他进位了变成 呃归零了 这这个归零的数字你不写的话呢 你人家就会看到说哎 2.49啊 那你怎么只给我两个小数啊 我不是要进位置准确置三位小数啊 你为什么给我两个小数 OK 所以这边一定要写成490啊 不能写成2.49 OK 就这个有时候啊 要那个0啊 是有意思的 好 像这里两位小数位啊 就是这个位数了 我们就看右边9可以进一啊 对不对 9进一就是1.51 1.51 好 再看一下D 准确置整数 我们就看这个整数 整数右边4要直接舍去 所以直接是599而已 啊 10公里 10公里是在这一边哦 10公里啊 啊 4看右边3直接舍去 40高点 40公里 然后呢 千分之一 呃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啊 这一边 4可以进位吗 不需要对不对 所以是0.59 而569 0.569 给这个就是近视值了 近视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准确是三位小数 三位小数在这一边 啊 三位小数在这一边 我们就看右边哦 右边是1要直接舍去 所以7.650 啊 7.650 就是你的答案了 给啊 再看一下准确是两位小数 啊 两位小数 然后9看6了 6可以进位吗 9就变 10了 又可以进位哦 9又可以进位哦 变成13去了 13.00 这两个00呢 也必须要写 啊 就是这个原因啊 啊 因为我要准确到这个位置的 这么巧 他让我进位 这么巧 这里又让他进位 所以这两个呢 变成0 所以这两个0呢 也必须要写 啊 因为他是准确的 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好 再看一下这一边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这一边哦 公升十分之一 那5的话呢 就要看6啊 啊 右边一个位数6啊 6可以进位啊 所以是1.6 OK 再来 1万公吨 各十百千万 啊 这边 OK 52 啊 后面是2 不用进位 所以是52 0,0,0,0 52万 啊 52万吨 啊 他们好像哦 要把那个单位啊 也写上去 所以如果有单位的啊 你就照差单位啦 像这个公吨 啊 也是照差的单位 OK 有没有问题